2018年朝韩双方曾就妥储空漂物品和联合军演等多项重要措施达成共识 其后半岛形势出现重大转环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 令人遗憾的是半岛形势后来又陷入了僵局 中方认为对话协商是解决半岛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 半岛南北双方改善发展关系 推进和解合作 对缓和半岛紧张局势 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的作用不可替代 朝方对空漂物品和军演的关切应该得到重视 中方呼吁各方释放善意 相向而行 共同防止局势升级 共同为早日重启对话和谈 做出积极努力 是 �炉脚争其诶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